把鏡頭轉回到國內 有兩位曾經在外商 銀行工作三十年的員工 兼在勞工團體的聲援下 到立法院控訴 遭到公司無情資遣 勞工團體也向勞動部喊話 職場一再出現 中高齡員工遭到任意解聘 政府應該保障中高齡勞工的就業 避免企業提早解聘 中高齡就業 中高齡就業 向勞動部長何佩山喊話 希望他重視中高齡勞工 遭到資遣密子不易等的議題 兩位曾在外商銀行 擔任集合等職務三十年的 中高齡員工 在勞團協助下 在立法院外舉行記者會 控訴自己為公司付出青春歲月 結果離退休不遠 竟然被公司已推動數位化 績效等的理由無情資遣 打著數位化的名義 拿著我的專案績效 將我強制資遣了 粗暴的做法 讓我失去了賴以為生的工作 生活也受到了一些重大的打擊 我們這個單位已經有五位 像我們這樣服務 近三十年 被銀行用同一樣的手法 終止雇用契約 小蝦米不敢對抗 全球新的外資銀行 這種大金魚 兩人無法接受公司的做法 在公會的協助下 兩人控訴公司就業歧視 公司遭到供財罰六十萬元 目前兩人也針對恢復 雇佣關係進行訴訟中 勞團表示中高齡員工 遭到任意之前 凸顯勞工不能安然退休的實況 就是應該要先好好的退休 他才能夠再度就業呢 惡性倒閉 惡性官場種種 讓各位可能沒有辦法全身而退 就勞動部來講的話 能夠多照顧勞工一些 那我們都會來努力 我們還持續會聽大家的意見 來做一些審慎的這個演議 勞團呼籲政府保障五十歲以上 中高齡就業 也希望政府重視國定假日增加 勞工低薪等的議題 對此勞動部強調 政府除了例行週休二日 保障勞工休假權益 對勞團的諸多訴求 會傾聽各方意見 針對施政逐步調整 記得陳愛心 陳鴻義 台北報導